妙法莲花经 穷子玉性结品第四 从前有个人 小时候因为贪玩 逃离家门 流浪多年 直到五十岁才想回家 却忘记了路 多年来 父亲一直寻找他 并经营事业 成为富翁 有一天 穷子经过父亲的大宅 看到豪宅吓得跑开 父亲认出他 派人去追回 穷子以为犯错 惊吓昏倒 父亲让他离开 但暗中派仆人 劝他到家中 做除份工 父亲还乔装成佣人 与他一起工作 二十年后 穷子熟悉了富人的生活 被为以财务重任 虽然获得信任 但穷子仍自认是长工 父亲病重 将家业付给他 并告知众人 他们是亲生父子 穷子继承家业 喜出望外 佛陀的四大弟子 须菩提 家瞻炎 家业 穆坚连 用这个故事比喻自己 过去他们因心智未开 失去了大圣法 守在小圣法中 浪费了接受妙法的机会 如今 在佛陀的引导下 他们终于理解了 一佛圣的道理 感恩佛陀的教会 佛陀说 众生皆具 如来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执着 不能正德 我们要深信佛法 相信众生本具佛性 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 我们要尊重和悲悯众生 持爱护生灵之念 信洁平的开头 四位弟子在圣利福受祭时 才知道 原来圣利福得佛受祭 是因为他发了行菩萨道的愿 他们感到懊悔 过去只顾守小圣法 忘却了久远节来 慈悲度众的本愿 信有佛陀明念众生 如此般教会 启发他们的善根 发心行菩萨道 终究得到无上佛制的法宝